除 這個書畫的弧度非常的大 不是直線喔 不是橫平樹直喔 這兩個筆畫也不是一樣長喔 一長一短喔 這個就是無昌書 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 這裡倒是沒有必要把它黏死 它這裡整個黏成一團 我覺得那個沒有必要 這個稍微碰到 稍微碰到那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整個硬壓把它全部黏死 我倒覺得沒什麼必要 這玉的右邊啊 標準的重心偏高 左邊低 右邊高 左邊低 右邊高 不過它這個右邊高 我稍微有點意見 我覺得 沒有必要寫得這麼寬 因為轉書總是比較窄 這個地方我倒覺得它寫得好寬 連這個 口啊都寫得很寬 如果寫這麼寬也沒什麼問題啦 我還是可以照寫 兩邊又不一樣長了 找你說都是要一樣的喔 看這裡 右邊又長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以寫 無常說這種字型啊 既然從頭到尾都不一樣長 你就通通不一樣長 可是你有時候一樣長 有時候不一樣長 那表示你根本控制不住 這次圖就稍微高一點喔 那目的就是 旁邊的魚字 有個很長很長的筆畫可以拉開啊 所以你看這個錯落 這上面也是 上面收緊 然後下面轉書 下面放鬆 拉長 出 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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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拉尖的 不過鼻歐已經鈍掉了 拉不尖了 加 這時候看到下面的長線啊 又是長長短短喔 長長短短的 這是無常說的習慣 那那都不一樣長 那那都不一樣長 這個是最長 美學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樣 左低 右邊高 高 而且重量 也重 短一點喔 因為右邊要高嘛 所以就寫短一點 三 三 三 上面兩個橫畫靠近 那總之這個距離拉遠 它寫的比較寬齁 所以看起來比較扁 扁的話就還是一樣 重心偏高 所以寫在格子的上方 不要寫在格子中間喔 鑽出的格子比較長 鑽出的格子比較長 所以像這種扁扁的字啊 通常鑽心 重心還是偏高 讓它往上移 下面還是空多一點 右邊低一點 左邊高 左邊高 這個它每次都寫的不一樣長 左邊右邊都不一樣長 這個線明明可以寫直 它也是寫的有點弧度 鑽出历 這個線明明可以寫有個筋部分 這樣也不一樣 改給它 這個也是有點粗細長的差距 並不是一樣粗的 這邊的筆畫 你可以知道說他在用筆 其實我認為他寫得很輕鬆 雖然他字看起來雄昏有力 可是筆寫得很輕鬆 所以他的提案還蠻多的 我一直很反對人家寫字是甚麼用力用力 我覺得寫字不是用力 是巧勁 巧勁就是毛筆跟紙摩擦的時候所產生的共鳴 絕對不是你的蠻力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蠻力是武打的時候要用的 在拍武打片的時候 那個才要出蠻力 把人給打分了 那當然要出蠻力啊 但是這個一定是巧勁 蠻力反而寫不出來 寫字是用來修身養性 應該不是用來格鬥 格鬥就是蠻力 如果你拿修身養性的東西用格鬥的方法怎麼可能對 格鬥的人通常身體都不好 久了容易受傷啊 然後也未必可以長久了 你看書法經常被人家列為養生的一個很好的運動 所以這個絕對是內化的運動 不是外力的作用 所以不用寫那麼 把蠻力拿出來寫 蠻力沒辦法養生啊 蠻力沒辦法養生啊 一般來講 我們都講放鬆才能養生嘛 所以如果養生的話 有人會練氣功 氣功絕對不是蠻力嘛 他是巧勁嘛 像練太極也算巧勁 養生的部分 這不是拿來打架 太極如果去跟格鬥拳王打 當然被格鬥拳王打扁啦 因為格鬥拳王是蠻力 太極是養生 這兩個是不同目的的 不要混為一團 電影不要看太多了 這兩個圖都好重 他當時寫的比較小 稍微壓一下就好重了 現在使勁吃乃力氣 壓下去才會重 這沒辦法 筆畫放大的時候跟縮小就會有差別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古代的 這些書法家比我們占便宜 因為像唐朝那些書法字都罵很小 比我們占便宜 不要以為小難寫 他那4公分並不難寫 我們現在把它放大 那個毛筆有時候撐不起來 有時候寫起來不好寫 這個土字真的沒辦法重心偏高了 所以他整個重心就壓低 沒辦法了 不是每個字都可以重心偏高的 寫到很多次了 寫這麼多次你還沒背起來表示你的記憶力真的不好 有些字可能寫過一次你就記不住 有些字寫過很多次 照理說都要記住了 寫傳書的時候要順便寫順便記 記不住旁邊自己就再一樣畫葫蘆一下 不用像我這樣一直寫一直寫 像我這樣一直寫你不容易記住他的字型 一定要在旁邊稍微畫一下這樣 才會有記憶力 這兩邊又不一樣長了 我常覺得學習的方法應該每個人都不一樣 沒有一種方法什麼最好的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七十點不一樣 所以遇到有人留言 就是說到底請我幫他規劃一條怎麼學書法的路 這好厲害喔 我常常覺得這怎麼可能 我自己的路我都不會規劃 我怎麼規劃你的路 我又沒看過你 自己看過你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規劃 說實在的 我是不願意 所以我都委婉地回答 我不是算命的 我也不知道你要怎麼走 有東西啊 不是這樣一問 人家就幫你人生規劃好了 哪那麼容易啊 如果這麼容易 世界上就不會有那麼多奇奇怪怪的事了 只要規劃好的話 就沒事怎麼可能 通常都把計畫趕不上變化 會常常這樣想說寫這個 後來根本就沒有時間寫 不要寫這個 結果突然又寫那個 怎麼計畫趕不上變化 哪有什麼理性啊 什麼合理的分配 沒有那個啦 所以如果你對 看一看對書法有點興趣 你就趕快寫吧 不要問一堆事情 因為我雖然聽一點 你也不確定你能寫多久 不會老半天我幫你解答老半天 結果你寫下去就說 哇好難寫就不完了 害我還幫你分析了好久 所以啊要寫就寫 哪來那麼多的廢話 不寫就不寫 不用告訴我原因 什麼需要原因 要原因還不簡單 我們知道那人啊 要找藉口找理由 還怕找不到嗎 也不需要理由 所以看到想寫就寫 不想寫就不用寫 不用那麼多的忌諱 沒有 沒有 好 這個盧倫我就非常有意見喔 雖然常說不要對大書法家有任何的意見或批評 因為我們不夠格 有時候真的會看到有些會讓你錯愕 哇這真的有點小意見 那這個只能私下說 不要在公開場合說 你會被人家修理 人家說你那個黃毛丫頭或是乳臭胃肝的小朋友 講什麼廢話 你說為什麼 他這邊寫太寬了 他下面這裡寫太寬了 好可怕 整個散掉了 我好像把他寫窄了 我自主的寫窄 這下面竟然寫得這麼寬 有點超乎我能接受的範圍 我好像寫得比較窄 寫得比較窄 其實是不對的 他寬的應該就跟他一樣寬 沒想到我自己寫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寫心裡都會某種程度的抗拒 不想寫成那樣子 他就寫成自己的樣子 覺得他寫得真的是好寬喔 藝術也因為大家都會有一種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見解 所以後來你會發現藝術面貌就很多 我覺得這很好啦 有時候我們說這個寫得不好 那你寫寫看嘛 沒有說你不能寫嘛 但是不要說 紙上面說空話 寫得不好那你寫寫看我不要 那這樣不行 你說我寫得不好 我說這個大樹寫得不好那你寫寫看嘛 請大家來認同一下 如果大家都不認同 那肯定是你有問題喔 不要再說懷彩不遇 如果你寫出來確定 大家都覺得 哇真的是好厲害 比這個某某某大樹寫家厲害 那當然就沒問題 你是哪一個台護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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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嗎 是唸 不得 玉璃 你